一件翡翠从原料到成品要经历很多道工序 反复地雕琢打磨才能以最美好的状态出现在消费者面前 有句话叫做三分料七分工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翡翠的切工 翡翠的切工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单从字面上是指一件翡翠从原料上切取的过程 实际上还包括了选材设计 切割比例雕刻工艺等一系列的工序 单说切料这一步就和翡翠的纹路有关 翡翠的纹路在学术上定义为岩石的构造 即指硬域晶体长轴排列的方向 这是由于翡翠原石在地壳高压之下 柱状矿物的大多数会沿着压力最小的方向生长 而形成的 翡翠玉石的纹路有顺纹和逆纹之分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的话 颜色是不同的 对整块翡翠的档次和价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大部分人看来 逆纹翡翠缺乏美感 价值自然就比较低 而顺纹开出来的原石则颜色多 好加工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在翡翠的加工过程中 有经验的师傅一般都顺着纹路去切 以获得更好的翡翠成品 保持翡翠原生的样子 开始切片时要顺着石头的纹路而开 切面也要按照顺纹的方向 这样出来的效果才最佳 显得比较柔和 如果逆纹开出来的话 在抛光之后 翡翠就比较难看 颜色会显得更加深沉 分布也非常的不均匀 整体呈现出一种粗糙的纹路 较之顺纹的效果会差很多 再加上后续的设计 雕刻等环节的影响 在同样的质地下 特别是对于雕件来说 切工手艺的好坏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切得好 可以让一块平平无奇的翡翠 身价倍增 而如果切得不好 一块好的料子就被糟蹋了 好的家人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恩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